今天很开心呢,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关于脑幕健康的一些知识这样子 那今天呢,我们跟上次 接续呢,我们这一次从讲老话 我们开始会讲十字症那样子 那在开始之前呢,一样我们要做一些提醒 就是这个讲座呢,会进行录影 那样子,所以那个我们会把参加者的账号呢 调成静音跟无影像模式 以避免,以确保你们的活动的流畅性 以及你们的隐私被保护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进行讲座的内容 做提问的话,欢迎大家在 zoom的那个chat的这个icon那边 分享你们的提问那样子,那我们也会 尽量做回答 那如果大家的荧幕大小啊 觉得可能过大或过小 你可以网上看有个绿色的部分呢 旁边有个view option 你从view option那边点feed to window呢 就可以做,它就会自动帮你做大小的调整 那在Facebook上 跟我们一起就是分享知识的朋友们呢 可以在Facebook的chat的部分呢 就是向我们提出提问那样子 那这次活动呢 主要是以分享资讯为主要目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你有一些有含个人资料的提问的话 欢迎你在最后我们附上的email呢 就直接email我们 这样可以保护到你个人的隐私 那有些提问如果我们来不及回答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email回复你们 然后最后就是啊 请大家在整个互动过程中 尽量保持礼貌应对这样子 如果有出现一些攻击性啊 或是比较不恰当的言语 我们可能就会中止 您参加活动的权益 就麻烦您见谅那样子 那大家好啊 我其实上个礼拜介绍过我自己 我是啊 聪明医师这样子 之前呢 是在台大训练 然后之后在台湾服务神经科医师这样子 那再之后呢 就来到UCSF 进行Global Brain Health Institute的Fellowship Training 然后现在就在这边工作这样子 那今天呢 我们要讨论的呢 就是何谓失智症那样子 那上个礼拜我们讨论的何谓老化吗 对不对 那大家一定从 大家如果上个礼拜有 跟我们一起在的时候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有说 随着老化大脑其实是会有一些 功能上的衰退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前情回顾一下 我们那时候说 大脑其实是一个很快老化的器官嘛 大概20岁的时候 它其实就开始慢慢有老化的现象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脑部的重量那样子 我们大概在19到21岁其实就是脑部最重的时候 那之后它其实就一直在慢慢减少 那伴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有一些 像说专注力啊 一心多用的能力啊 或是建议联想学习的能力就相对慢慢下降嘛 对不对 那很多人可能就应该想说 既然老化会慢慢下降一些脑部的认知功能 那老化到底跟失智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那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老化当成是正常 可是失智症当成是异常的一个主要很大的原因是 老化大概20岁开始 如果我们以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70到80岁的话 我们大概有60年的脑部退化 可是即使如果你脑部从来没有进展到失智症的话 即使到80几岁 你一样还是一个就是可以跟人沟通 照顾好自己 知道怎么样洗澡穿衣服 吃饭 知道怎么样跟人家说话的一个脑部功能 还是要存在的嘛 可是失智症是不一样的 失智症从发病啊 到走向就是人生的终点啊 大概平均啊 不同疾病大概时间长长不一样 不过平均大概就是7到10年那样子 那所以我们从认知功能开始进展 然后到之后就会开始有生活功能障碍 像你不会选择对的适合的气温的衣服来穿啊 你不知道怎么样洗澡把自己照顾干净啊 你不知道要吃什么东西啊 你不知道怎么样煮饭啊等等的 然后很常也会伴随行为问题这样子 所以你会很容易紧张 很容易忧郁啊 然后之后连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做的时候 通常这时候我们就要学机构跟看护的照顾 所以到我们走向人生的最后 在失智的个案里面 大概就是7到10年 那这些人走到最后往往都会因为失智的病发症 像感染肺部感染或尿道感染或者是跌倒 然后就因此而就是走向人生的终点 所以它其实很短的 它跟一般老化是差很远的对不对 好 那还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呢 那我们常讲如果你去看它的表现的话 其实也是有很多小的细节会告诉你 正常老化跟实证是不一样 首先像一些症状 像如果今天一个人 就最近发生的事情好了 像说上个礼拜 你跟谁通电话好了 几点通电话 或是上个礼拜的礼拜天中午 你到底吃了什么这样子 你可能不会 你会忘记你到底吃了哪些菜这样子 可是如果旁边你先生或你太太提醒你 我们吃了那个排骨 你或许就记得 可能是糖醋排骨那样子 所以正常老化的忘记是 你提醒你会记得有这件事情的 那实证的老化是 他会把整件事情都忘记 所以他会跟你说 哪有我们哪有吃排骨那样子 或是我们哪有一起吃午餐那样子 然后所以他其实常是回想不起来 或是有时候你那个正常老化是 你把这件事情记在笔记本里面 你打开笔记本再翻看的时候 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可是如果是失证的病人呢 他记下来之后 他之后再打开看 他有时候甚至都不记得 为什么他会写了这件事情 或这件事情到底在讲什么 那而且正常老化跟失证的差异 也是他不单纯只是在于记忆力的问题而已 正常老化 他通常他会影响的不但是程度比较轻 他也不会蔓延到其他的就是认知功能 可是失识症啊 他往往一开始会影响其中一个认知功能 可是像说阿滋海默症 他会先影响记忆力 可是他久而久之随着病程的变化 他会影响其他的认知功能 像他会影响语言啊 他会影响判断能力啊 而且失识的个案往往 就是不会有病逝感 所以如果你在门诊看到一个病人进来 如果是病人自己跟你说 他觉得自己记忆力不好的 这种通常我们会比较放心一点点 因为正常老化的病人 通常会自己觉得自己记忆力不好 可是失识的病人很多是儿女带来的 然后说他爸爸妈妈其实有点怪怪的 因为他们通常病逝感不强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比较小心那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他会快速退化 我们该说大概在六七年内到十年内 可能就会走向人生的最后 然后到最后他就是需要人家照顾他 他没有办法自己吃饭 自己洗澡 自己穿衣服等等的 正常老化是不会的 你即使到了人生的末端 如果说你是正常老化 你还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好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比较常用来定义 失智症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他是渐进性的 所以他是慢慢慢慢来的 他不是说昨天好好的 今天就不好的样子 然后他会影响认知行为 那这个影响的程度呢 常常会造成 他的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 或是工作能力受损 那认知行为有很多种 认知行为有包括说像说 记忆能力或是获取新资讯的能力 那也有包括说像推理或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 像判断啊 理财啊 像那个报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依据 那再来呢 也有可能是影响视觉空间概念 所以他不知道说 诶那个 这次很常发生在开车 像说他开车一直跟人家撞啊 越来越没有办法停车啊 或是他那个 钥匙孔插不进去啊等等的 那再来呢 还有语言功能概念的问题 像有些人就听说读写就困难啊 说话可断断续续的啊 或是用的字眼怪怪的 那再来还有的就是人格行为改变 就是可能人变得非常淡漠啊 或是非常缺乏动力啊 这些其实 这我们刚才讲的这五种 都是不同的认知功能 那再不一样的失智症 就会以不一样的认知功能来表现 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述说的更清楚 可是大家要知道 就从失智症啊 到正常老化到失智症 中间不是非黑即白 就只 大家就完全是 只有黑色跟白色 它其实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 所以你中间会有个灰色地带 这灰色地带 我们常把它称之为 轻度认知障碍 所以如果你够早期来的话 其实很多人可能 还有经过那个轻度认知障碍 那这些轻度认知障碍的个案 它往往其实不太会有生活 日常生活的影响 可是可能呢 我们在做一些心理测验啊 或检测 我们发现 它表现的比它 同年纪的稍微差一点点 可是还在几个范围内 那我们就觉得 它可能 有可能有所谓的 轻度认知障碍 那为什么要把这一群 挑出来 因为这一群 其实有比较高的机会 将来会变成 被诊断为失智症那样子 所以它比相对的 正常老化的个案 它有三倍更高的比例 在两到五年内 被诊断为失智症 那大家可以看不同年纪 大概都有不同的流行率 所以大概65到69岁 大概8%的人 就已经可以符合 所谓的轻度认知障碍 然后就会慢慢增长 到了你看80到84岁 大概四分之一的病人 其实就已经属于 所谓的轻度认知障碍 所以可见脑部的一些 退化性疾病 是很受年纪影响的 那年度的诊断率 当你被诊断为 轻度认知障碍的时候 你就从1.3% 变成5.16% 那样子 所以是大幅度的上升 那可是呢 却有一群 在这轻度认知障碍里面 大概14到56% 它是在一到三年内不变 或者是改善 所以轻度认知障碍很重要 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 你是不是有比较高的几率 会变成十字障碍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要照顾好你的大脑 让它即使有可能将来 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它也不会进展的太快 那第二就是呢 有没有可能 你有其他可逆的原因 造成你符合轻度认知障碍 那如果这些可逆的原因 被找出来 被改善的话 那你可能就不会 再继续恶化 这样子 所以这有两个层面的影响 那轻度认知障碍 会不会变成失智症 有几个风险因子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第一个就是年纪 你年纪越大 你就越容易变成失智症 第二个就是基因 我们稍后会提到更仔细 什么样的基因 那再来就是精神症状 像时候如果说 你很焦虑 或是你有很多忧郁 情绪方面的问题 那你将来变成失智症的比率 也会比较高 那也有人 也有研究指出 如果你的嗅觉有异常 其实这比较针对像 巴金森氏症或 路易四体的失智症 他们这种失智症 常常会有嗅觉的异常 那样子 那它也是一个 告诉我们说 这个病人比较有可能 之后会变成失智症 那还有呢 还有就是行动速度 像一些类巴金森氏症的病人 其实走路都会变得 比较缓慢那样子 那其实人的走路 是由大脑去所掌控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 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indicator 就是指标那样子 那再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三高 还有抽烟 跟有没有脑中风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上个礼拜就有提到 三高很重要嘛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保护好 你大脑的血管 你大脑是那么需要 血管的器官 那你没有给它 足够的养分 那它当然很可能 就退化的或受伤的 更快那样子 那脑中风是一个 会造成大脑受伤的 一个很重要的疾病 当你每一次的中风 你就少了一块大脑 所以你可想而知 当你少了很多块大脑 那你就很有可能 进展成失智症 那抽烟也是 我们上次有说抽烟 痛气乱 对大脑都是不好的 那还有什么呢 其实在轻度认知障碍 我们也常帮他们做一些 像脑脊髓液的检测 或是脑影像学的检测 去看他大脑 有没有不正常 蛋白的堆积 或是大脑 有没有提早萎缩 那他如果有这些 不正常的指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 将来变成失智症的 比率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要快点教他 怎么样保护好 他的大脑那样子 好 那这边我要给大家 看两个个案 第一个个案 是一个50岁的 中年男性那样子 然后他最近一来呢 他就说 他最近觉得很困扰 那样子 他觉得他最近 常常记不得人的名字 然后呢 常常走到一个地方 突然间忘记 自己要做什么了 然后 常常也会觉得很忧郁 觉得吃不下 睡不着 然后虽然 他其实这个 那个大公司的老板 他就要工作 没有问题 可是 其实就是比以前 更吃力 所以我想问大家的是 那等下大家投票一下 大家觉得他是正常老化呢 还是他有轻度认知障碍 还是他有失之症 我们来看第二个个案 第二个个案呢 就是一个70岁的老奶奶 他是儿子带来了 那老奶奶其实觉得自己没事 然后很开心 那样子 儿子就来说 啊 医生我最近很困扰 因为我妈妈呢 就一直喂那个狗吃东西 就一天呢 就喂那狗八次 结果那狗就长得很胖 结果那狗就喂到中风两次了 所以那狗现在还在住院 那样子 好 那我们就请大家投票一下 大家觉得 第一个个案跟第二个个案啊 你觉得他们是正常老化 还是有轻度认知障碍 还是失之症那样子 来麻烦大家投个票 大家加油 我们看能不能到50个人投 好 那我们给大家看看那个结果 所以第一个个案呢 我们第一个个案的 比较多人觉得他是正常老化 可是也不少人觉得 他是轻度认知障碍 这个个案我们大概会比较担心 还有轻度认知障碍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病人是一个很 很高教育程度 然后工作很复杂的人 他是一个公司的主管 他其实是公司的老板 那他公司其实很大 是上司公司 那他那时候来看我的时候呢 他其实你知道这个人 其实是很聪明的那样子 可是他明显的觉得 自己有一段变化 那我们的确帮他做检测 他没有不及格 因为他本来就很聪明 所以他分数本来就可以考很高 可是他明显比之前差 那样子 然后的确有掉分 的确也不算是 你应该猜测他应该是在 如果零到一百分 他的原本的baseline 他应该是在九十分以上的人 他就大概考七十分那样子 没有不及格 可是不算是很高分那样子 所以这病人 我们就发现他其实是轻度认知障碍 然后他几年后就真的产生了失智症 那第二个个案 我们大家都觉得他是失智症嘛 没错大家都很聪明 的确这个婆婆其实是失智症 他没有病逝感 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样子 那他的确记忆力很差 所以他才会一天喂狗狗八次 那狗狗也很乖 就一直吃那样子 就吃得很胖那样子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失智症的个案 好 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失智症其实很常见嘛 这跟我们算是有相关的东西嘛 那失智症其实 应该算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啦 我们大概2015年的时候统计 大概有全球有大概4680万人 到了2030年 我们大概预测会到7470万 那到了2050年 我们就预估会有1.315亿的人口 是属于失智症的人口 所以我们大概每三秒啊 全球每三秒就会多一个新的失智个案 所以你大概举手指这样三秒 就会多一个人被诊断失智 所以失智是很常见 而且是全球各地都被影响 其实你看不论是美洲 欧洲 亚洲 或者是非洲 其实失智人口都很大 那你或许会想说 没关系啦 你看我爸爸妈妈还好 我爷爷奶奶也还好 我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可是即使你身边没有人有失智症 失智是一个对经济损伤很大的一个疾病 我们大概看Google跟那个Apple 他们大概市价是在差不多7000亿到1万亿左右 失智每年所造成的经济损伤就差不多是1万亿 不论是你要照护啊 或是那个失智的个案没有办法工作 加起来所要造成的成本经济效应就差不多是1万亿 所以即使你身边没有人失智 他其实跟你也是息息相关的一个疾病那样子 那失智其实是很受年纪影响的 所以不同年纪他的流行率就不太一样 像说我们看大概60到64岁 流行率大概只有0.6对不对 可我们大概5年就会翻一倍那样子 就大概乘以2那样子 所以你到了 你如果活得够长寿的话 你大概到了80岁 你在每10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是失智 你活到85到89岁 就大概每5个人会有一个是失智 你如果活超过90岁 每4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是失智 甚至快三分之一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失智 其实随着我们越来越高龄化的社会 其实是越来越常见的 那失智里面呢 大概女生还是明显比男生多了 不论任何族群 任何年龄层那样子 大概我们说三分之二是女生 三分之一是男性 所以现在女生就会 男生就会觉得啊 收了一口气那样子 那可是失智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等一下会讲 那60岁以上的女性啊 罹患失智症 大概是罹患乳癌的两倍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我们虽然有塞点乳癌 可是我们很少塞点失智症 对不对 可是明明发生几率就比较高一点 那所以有人就会说 那为什么失智比较多女生呢 那大家就会想说 那我来看一下 是否失智比较常发生在女生身上 那我们等一下会仔细谈 失智有很多种 有一些呢 比较常好发在男性 那有一些呢 男性跟女性的比率差不多 那只有阿滋海默症相对 是比较容易耗发在女性 所以不完全可以解释 为什么女性的人数比较多 对不对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女生活的比较久 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 就是当我们看年纪越大的 那个人口 虽然像说60到65岁的人口 男性的人口数就大概 只有女性的八成了 你到了80岁以上 男性的人口就只有女性的六成了 其实因为年龄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而活的年纪比较长的族群 是与女性为主 所以自然而然失智的人口 女性就比较多这样子 好 那失智到底可以怎么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给大家五个个案 第一个个案呢 是一个80岁的老奶奶这样子 那80岁的老奶奶呢 就一直跟女儿抱怨说 女儿是不是你偷了我的钱 或是说 跟女儿说 女儿我觉得我爸爸在外遇 这样子 然后女儿就来门诊 就说 我妈一直在移动一息 一下子怀疑爸爸跟外遇 外遇外遇 一下子又怀疑 大家偷她东西 然后她就变得很容易生气 她以前是一个很温柔 很有礼貌的人 大家想想 大家觉得这个是 十字证吗 那她是属于什么样的十字证 那我第二个个案呢 她就来我门诊 她大概是50岁的小吃店老板 她女儿就来门诊 就说 她是一个很诚实的小吃店老板 做了大概二三十年 可是她最近有个习惯 吓到她女儿 她女儿就说 她最近会把客人 吃剩下的炒面 倒进去锅里面 再重新卖给新的客人 然后她最近又闯红灯 然后跟警察打架 所以法院就叫她来看医生 那样子 然后她爸爸就说 你不要乱讲话 我被讲那样子 我哪里有 那大家想一想看 这是不是十字证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有个60岁的老爷爷 那她其实是一个诗人 她很会写诗 可是她的孙女带她来 就是我爷爷最近啊 越来越不爱写 说话了 然后她以前本来很会看书 会写诗 现在连报纸都不看 名字都写不出来 连看这铅笔 然后她都讲不出来 那个是铅笔 然后那个伯伯什么都不讲 就一直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我们有第四个个案 就是女儿带来的 那女儿就说 妈妈这几年开始吃素 吃素久了 就发现她反应比较慢 记忆力比较差 那样子 然后走路有时候会不稳 手脚好像比较没有感觉 而且很容易疲惫 然后奶奶就说 哎呀她跟吃素没有关系 吃素很健康的呀 就是老了 就是老了啦 所以才这样 那大家想想 这是不是失职症 那最后就是那个 五十岁的个案 还算是年轻的中年男性 她就来 她就说 她是一个建筑工程师 然后她很会画蓝图 那她最近就是 接案子的时候 下面的人画的蓝图 看不太懂那样子 她发现她理解上 好像没有以前快 然后她开车 她发现她那个 常常会开到旁边的车道 然后停车的时候 常常会插撞到 然后有时候看书啊 会发现自己看看下 会跳错行那样子 就看错不同行那样子 那我就想请大家 再投一次票 我们刚才讲了五个个案嘛 好大家来头头看 觉得这五个个案 有没有失职症 来加油 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想想看 这一个个案 像不像你平常所听到的失职症呢 大家不要害羞 来发表一下意见 那样子 大家不要害羞 好 那我们看看结果 所以大部分都觉得 五个个案都是失职症 其中大家最有 最有把握的是 前面两个个案 然后那样子 好 然后 不过其实都差不多了 好 很好 OK 那我们等一下来谈谈看 这几个个案 是不是失职症 好 我首先要提 跟大家提起的是 可以治愈的类失职症疾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 病人来跟我们担心 他 我们担心他有失职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做一些检测 这些检测就包括抽血 跟造脑部那样子 做核子共诊那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 可以治疗的原因 身体状况是会造成 像失职症的表现 例如说什么呢 像维他命B12的缺乏 维他命B12的缺乏 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除了造成就是你知道 那个贫血 所以会很容易累 手脚的那个会麻 或是会忧郁 他其实也会造成失职的表现 那当然他常常也会 我们常常会去看病人的 那个舌头 所以其实中医也是很厉害 那看舌头也是看得出来一些 因为看到他舌头 好像没有那个一小小颗的凸起 那个叫做 我们常常去说 他们的舌头像 很平滑的牛肉那样子 大家如果有常常买 那种牛肉或猪肉一块的 他就像那样的感觉 或是他有时候那个knuckle 就是手指头会 那个就是黑黑的 那这种病人 就是他会有可能造成 像类似之症的变化 那很常发生在什么 在台湾我们发现很常发生在吃素的 因为很多动物性蛋白啊 会有那个B12那样子 像肉类啊 蛋类等等的 或鱼类那样子 那当然少数的一些素食啊 像所菇类啊 或是海苔类 其实也是有B12 可是量相对没有动物性蛋白来的高 那样子 所以我们常建议就是那个素食的 其实吃素是不错的 不过一定要记得补充维他命B那样子 因为这样可以做一个小微补充那样子 还有什么疾病会造成像类似症的变化 像甲状腺低下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诊断失事症前 一定会抽个甲状腺确定 他甲状腺的荷尔蒙是正常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曾经如果有梅毒感染 有些梅毒感染其实不会有太明显的症状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抽血做一个检测 那再来什么呢 忧郁症 所以如果其实忧郁症的病患很像失事症 所以他什么都提不起劲 所以他什么都做不好 看起来人家就觉得他有认知功能障碍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 他有些特异性 他会吃不好 睡不好 然后他情绪会很低落 无缘无故就会想哭那样子 那我们去做检测 就会发现这人其实是忧郁症 那你必须把忧郁症治疗好 才知道他是否有失事症那样子 那还有什么呢 我们遇过好几个就是脑部肿瘤的 所以他脑部肿瘤也看起来像认知功能变化 因为他脑部就压到了那些其他好的大脑那样子 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渐进性的认知功能改变 那这种常常其实开了刀之后 相对会改善很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会做一些影像学检查 像脑部的核瘤共振 去排除他是否有长东西这样子 好这是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的 所以你不要立刻就说我一定是失事症 你要先排除了这些 才可以说自己有没有退化性疾病的问题 好那我们常见的那种退化性疾病 才是真正我们说的这种渐进性不可逆的失事症 那可是即使是失事症 你要把失事症想成是感冒 感冒有什么 有咳嗽 有丢鼻水 有发烧 那失事症一样 你也可以有不同种的认知功能组合的变化 可是后面感冒的原因有什么 感冒有可以有不同种的病毒 不同种的细菌 对不对 所以一样 失事症后面也有可以有不同种的疾病 造成失事症的变化 所以你要想象成失事症是症候群 还是症状的组合 症症后面的疾病才真的是 你知道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种 我们也有最常见的所谓的影响到记忆力的阿兹海默症 我们也有不少见的血管型失事症 我们也有入一四体的失事症 额捏性的失事症或发现生失症所造成的失事症等等的 其实如果要真的列起来 我大概可以列出三四十个 还算是常见的失事症那样子 可是其中以缓发型的失事症来讲 阿兹海默症还是占最大众 那阿兹海默症最经典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不好 所以为什么说 大家常会把失事症跟记忆力不好做一个联想 就是这个原因 可是你要记得 记忆力不好只是其中一种失事症 它可以以语言表现 它可以以个性表现 它可以以空间概念来表现 所以你不能只看记忆力 你要看其他的认知功能 不然你会就是误诊或是miss掉很多病人那样子 那大家就会说 那么多种失症 那我要怎么去分它 那要分不同种失症 我常跟那个记忆师说 那就跟买房子一样 就是地点地点地点那样子 那买房子 我不知道 人家跟我说买房子最重要的是那个地点 如果大家赞成的话 可以跟我们说那样子 不过我们常说大脑的失事症 要看它是哪一种种类地点很重要 那大家可能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有在讲的 脑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功能 像我们说额叶 额叶跟什么 额叶跟个性有关 跟判断能力有关 跟创造力跟行动力有关 我们有什么涅叶 涅叶跟这两边 这是跟语言能力有关 跟听觉有关 它内侧跟记忆力有关 那顶叶在这边 顶部这里 它就跟感觉统合有关 跟那个触觉有关 跟注意力有关那样子 那再还有什么 还有是整叶枕头会靠到的地方 那这就跟视觉的运动有关 还有一些空间概念有关 好 那不同失事症呢 会从不同的大脑的位置开始发生 然后呢 所以它一开始的症状会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失事症很大的一个重点是 最开始影响的认知功能是什么 它你就会告诉你说 那它比较有可能是哪一种的失事症 那第二个重点呢 是失事症场是有不正常蛋白堆积 在不同的区块所造成的 像我们不正常的蛋白 也就是这些有 我们觉得是有毒的蛋白 像说类淀粉蛋白 淘蛋白 或是α突出核蛋白 或TDP43蛋白 它就会不同的蛋白 就会堆积在不同的大脑区块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 不同颜色嘛 颜色又深 就是它一开始影响的区块 这样子 像α胺膜症 是由类淀粉蛋白跟淘蛋白 两个一起堆积造成的 那它堆积的地方呢 会往不同的方向去蔓延 所以你一开始堆积的地方 会影响你一开始的症状 不同的地方蔓延 就会告诉你 第二第三个症状会是什么 那这就是它的病程 就会告诉我们说 OK 这是什么样的湿症 那这也会反映在哪里呢 会反映在我们的那个核磁共振上面 我们会看说哪里先开始萎缩 然后哪里再之后萎缩 那这就会告诉我们 那它比较偏向哪一些疾病 那现在更厉害的是 我们有症子扫描 那症子扫描就可以去扫这种 特殊性的蛋白 像类淀粉蛋白跟淘蛋白的 症子扫描 现在都相对技术成熟 所以在很多大型的 那个湿症研究中心都会有在做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定位 这些不正常蛋白 告诉我们说 OK 你有这两个不正常蛋白 所以你应该是 那个最早湿症 当然你要最确定 最确定的方式是怎样 就是你打开你的大脑 拿一块出来去看 那是最准确的这样子 可是因为人 那个大脑拿了一块出来 你就会丧失一些认知功能 所以这样就不值得嘛 所以我们这件事情就不会做的样子 可是我们现在有症子扫描 或者公正等等 还有脑脊髓液等等的 可以告诉我们说 到底是哪一些蛋白 好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五个个案 对不对 这个个案 它其实是一个 失忆型的阿滋海默症 它常常忘记了 所以它会把东西到处放 放到哪里 它就忘到哪里 然后所以它找不到它怎么办 它就怀疑人家偷哈的东西 那伴随的呢 它其实有些精神情绪上面的问题 所以它就变得很疑心病 比较重一点 我们这其实很常见 我们叫paranautilution 它就会怀疑人家外遇啊 或是人家偷哈东西 或是它会有点错乱 因为其实它的先生 在年轻的时候是有过 就是对婚姻不相对 比较没有那么的忠诚 所以它把那时空错乱了 它就会觉得说 你现在有其他的对象 那样子 那这个呢 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个性改变的问题 跟判断能力的问题 就是它开始变得比较 没有自制能力 所以它变得像小朋友一样 然后做事就比较冲动那样子 所以它判断能力不好 所以它就会把倒回来的东西 又再卖给其他的客人 或是当它闯红警察 拦它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有那冲动 想要跟人家打架 那这就叫做行为型的耳面也型失智症 好 那这个呢 这个也也是有语言上面的问题 所以它就是失去语言的失智症 所以我们叫做渐进性失语症 所以你看我们有记忆能力的 我们有个性改变的 我们有语言能力问题的 那这个呢 这个其实是可逆行的 所以因为它其实最近在吃素 所以它吃素主要 它又没有补充维他命B10 虽然吃素是很好 可是它忘记了再搭配维他命B10 所以它就 就是是因为维他命B10 造成它记忆力比较不好 反应比较慢 那它补充了之后 其实状况就大幅度的改变 那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空间概念的问题 因为空间概念 所以它没有办法理解蓝图 开车就一直撞到那样子 停车就有困难 看字就看错行那样子 这叫做后脑皮脂的 萎缩症的那个失智症那样子 好 那所以呢 失智其实那个 如果你看很多网站 他们都有附上 所谓的失智的十大警讯 像记忆力衰退 那我们刚才说过 你记忆力衰退到会影响到工作 或是你会把整件事情忘记 而且人家提醒你都不记得 那就是一个警讯 或是你无法胜任 原本熟悉的书 像说一个英文老师 他不会拼Book 电脑工程师不知道怎么上完 继承者司机不知道怎么样开车 这就是就是很严重的一个认知功能障碍 或是再来语言表达有问题 像说送信的人 你不知道他叫有才 用来写字 你不知道是用笔来写字 你找不到那个字眼 那也就是一个警讯 或是你上市人事地的概念 像说你搞不清楚年月 你搞不清楚白天黑夜 或是你常常迷路 或是你判断能力有问题 像你不知道红灯的时候要停 你那个就是诈骗集团来骗你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被骗走了 陌生人来给你借钱 你就借这样子 我们以前很多师生干 都很容易被那诈骗集团骗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警讯那样子 好 再来还有什么警讯呢 像抽象思考有困难这样子 像有些东西比较困难做嘛 像微波炉 新的微波炉怎么操作 提管机怎么操作 或是遥控器新的怎么用 不会用 那这是一个问题 那东西摆放出 像我们以前有病人会把那鞋子 放到冰箱里面去的 那这就是一个警讯 或是你行为出现改变 像你本来一个很温柔的人 现在变得很没有同理心 或者是很淡漠 看到人家出车祸 你也不管就走了这样子 或是本来病病有理的人 开始随地吐痰那样子 这就是一个警讯 那或是你开始 个性改变很严重 像说你会在场合说不对的话 某些场合说不对的话 或是去参加人家婚礼 结果包白色的那个红包 那样子 那或是你的活动 或开创能力变差 像说开始变得 你知道什么都不想做 这样子 只想待在家里 然后原本有的兴趣 全部都放弃了 那这些都是警讯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想问大家 你觉得你身边的人 或是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这方面的警讯 那样子 请大家投个票 那样子 大家不要害羞 所以我要恭喜大部分人 好像都没有了 可是还是有小部分人有 这15个人 我很建议你就是一定要去 探寻个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这些警讯不代表你一定有问题 可是就代表说 你要开始注意这件事情了 然后你要跟你的家庭意思提 这样子 或是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这样子 我们可以帮你厘清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提早发现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在于失智症的照顾上 这样子 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好 那 大家有时候会想说 OK 那哪些人会得到失智呢 我列了一些 我们知道的名人 是都有 都有失智症的 像我们有 美国的总统雷根 英国的首相 Margaret Thatcher 我们也有那个 很棒的演员 Robbie Williams 我们也有权 权王 我们也有那个诺贝尔 诺贝尔奖得主 对不对 光学之福 那所以这些人 其实都会得到失智 所以我们常说 那个 当医生有时候 有点像要再算命 你要算说 谁会得到失智 那你看这些人的面相 好像也看不出端倪嘛 所以我们可能不能看面相 要看失智呢 要看其他的 第一个就是要看年纪 我们刚才说了嘛 年纪越大就越容易得失智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看基因 那看什么基因呢 那基因其实分两个族群 失智的基因分两个族群 第一个是早发性失智症的基因 第二个是晚发性失智症的基因 那在早发性失智基因 它比较受基因影响了 不过早发性失智其实很少 大概我们说每10万人口 不同的国家做的研究 大概就是40到100个人左右 这样子 所以全球约列啦 预估大概就是 220千 就是22万到60万左右 这样子 那 那个 它跟晚发性失智不一样 阿兹海默症比率比较低 可是相对的 像额捏烟型啊 或者酒精型的失智比率就高很多 这样子 所以它后面的原因也是相对有点比较不一样的 那它有很多种不可能的基因 像阿兹海默症有 P3-1 P3-2 APP 跟糖氏综合症 都有可能造成阿兹海默症 那额捏烟型又有不同基因 血管型失智又不同基因 裤甲之症又有不同基因 八经生肢的失智又不同基因 那所以 要验哪一些 你必须跟你的医生一起 就是配合 他必须 先诊断你是属于哪一种 类型的症候 失智症症候群 他才有办法知道说 你要验哪一种基因 那样子 可是这是65岁以前发病的哦 不是65岁以后发病的 那65岁以后发病的像 又有不同的基因族群 像我们这边提到的 阿兹海默症的基因 最为出名的就是 Apple E4基因 Apple E这基因 大家都有 可是如果你是Apple E2 它会保护你 不会得到失智 可是如果你是Apple E4呢 E4的话 它会增加你产生失智 那如果大家没有记 没有忘记的话 DNA是有两股的嘛 所以你如果一股是Apple E4 大概是比一般人 两到三倍 更容易得到失智 那如果你是两股的话呢 你就是8到10倍 那通常最容易影响的族群 其实是中年的族群 那再来呢 男生跟女生之间 也是有一点点差异性的 就是它影响女性 比较多这样子 所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要注意的这样子 好 然后 所以很多人 其实很常就问我们 那医生 就是这个病人 如果有失证了 我妈妈有失证了 那我要不要去验基因 或妈妈要不要去验基因 大概有几个重点 我们判断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发病验基因 我们刚才说过 越早发病越需要验基因 大部分的状况都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说 60岁就发病的 我们就比较希望 他去验基因 如果他今天是90岁发病的 那他可能基因 所带来的影响性 没有那么的大 那第二个就是家族史 原则上我们大概希望 至少有两代以上的家庭 不论是爷爷奶奶 或者是你知道 就是跟孙子 孙辈的那一代 或是爸爸妈妈 跟孙辈那一代 最希望的就是 可能有超过三个人 在家族里面 都有这方面的疾病的 那我们大概就会觉得 那他们去验的几率 会是有意义的 会比较高一点 那再来就是 我们刚才列了 很多不同种的基因 那不同的疾病 就要验不同的基因 所以你这个基因 必须在你 就是国家 或者是在你周围 是有人去做 这个基因的 因为并不是 全部地方都有在做 要看那个研究 那些研究室 然后有没有办法 去验那样子 那再来就是费用 有些基因可能 其实大部分的基因检测 可能大部分 可能都是要 自掏腰包 或是保险控制给付 所以如果说 你要自肺的话 那有时候 其实基因 也不算检测太便宜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考量 那还有什么考量呢 还有就是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 食症疾病 因为食症疾病呢 其实不同种类 就要验不同的基因 那不同种类呢 它由基因 所造成影响的比例 就会不一样 有些比较高 有些比较低 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 因为这样子 而去判断说 那个急迫性的需要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那你知道了 你有基因跟没有基因 你会不会做法 治疗上不一样 或是你会不会 更促进你改变你的 就是你知道 保护大脑的 就是行为 这样子 或是对你的家庭 有没有影响 像说你会不会觉得说 你要为了你的下一代 找出这个答案 那诸如此类的 你会造成这些改变 那你就比较值得去验 如果说你验了跟不验 你都不会改变任何东西的话 那去花这个钱 就不一定那么的有意义 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因为 这样子的去判断 那 实质症到底有哪一些 风险因子 我们刚才讲了 不肯定的 就是年纪跟基因 暂时都是不肯定的 那其他肯定的 有哪些基因 是我们可以做 把握的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三高 肥胖跟缺乏运动 其实这些我们上个礼拜 都谈了很多这样子 所以这边只是 稍微跟大家做个复习 所以你保护好三高 你不要让自己太过肥胖 你常常运动就会改善你 会不会得到失神的风险 所以我们常说 护心就是顾脑 保护好血管 就是保护好血管 跟心脏就保护好大脑 再来空气 那再来多动脑 是很重要的 所以小时候呢 多念点书 长大呢 要持续保持学习 你如果常常不动脑 你的大脑 就会衰退的很快 这样子 所以即使是退出之后 也一定要常保持 学习的好习惯 那再来就是空气品质的问题 所以二手烟啊 空气污染 都有可能造成 你更容易得到失神了 那避免脑部受伤 所以不要整天撞到大脑啊 或是不要整天熬夜啊 大脑就比较不会受伤 那再来就是呢 情绪不好啊 容易有觉得有孤独感啊 或是听力不好 都有可能 都会增加你失神的风险 所以这些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都有提到过很多详细的状况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刚好又没有听到上个礼拜的话 麻烦email我们 我们把那个演讲的连接寄给你 那这时候我就要请大家评估一下 您本身有几个失神的风险因子呢 你有0到4个 5到8个 9到12个 还是13到16个 请大家做个回答 我先把这张给大家 大家投票一下 加油哦 好 很好 那所以我看大部分人 其实是0到4个 所以我给大家排排 大家都很棒那样子 那可是呢 你会不会有身边的人 你会觉得他的风险比较高的 那如果有的话呢 你要开始快点提醒他 所以回去呢 就帮 如果 令尊令堂都还健在的话 就可以 就是帮他评估一下 他的风险 那样子 那 可以帮助旁边的人 多注意这件事情 好 那所以相对的 风险因子呢 的避免 就是差不多 大概就是你的预防方式 这有些我们上个礼拜都有讲过 所以定期测量血脂肪 抽血 测量血糖 这是 我们大概都会建议一年 至少一次了 或是定期量血压 定期量体重 这是一个大重点 那样子 另外呢 三高跟饮食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建议地中海饮食 上个礼拜稍微有谈到 地中海饮食包括什么 橄榄油 很多河果类 所以 之前有人问我们说 核桃有没有预防方式 它其实就在 地中海饮食的一部分那样子 然后新鲜蔬果 然后 鱼这样子 鱼类 尤其是深海鱼 那还有一点点红酒 大概一天不要超过 30cc的红酒量 那不能吃什么 不能吃红肉 不能吃含糖饮料 不能喝含糖饮料 不能吃甜点 我看到不能吃甜点 有点难过 这样子 不过 这是良好的饮食的 那个概念 好 那还有什么 除了饮食 定期测量 三高之外呢 还有就是缺乏运动 是一个危险 只是我们要多运动 那么上个礼拜 有讲过做什么运动嘛 对不对 像包括游泳啊 慢走啊 打太极拳啊 椅子上面的运动 或甚至在花园啊 就是娇娇花 种种花草 就这就已经够了 那你如果说 好我真的要很仔细 确保我一定都有达到那个标准 那我要怎么样去看呢 所以你要先去测量自己的最大心跳率 你的最大心跳率 大概是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 那有效的有氧运动 大概就是你的最大心跳率的6到8成左右 所以它部分大概110到130左右 那有效的运 这所谓你那个运动 有达到这个心跳率的 就叫做有效运动 那有效运动 大概一周120分钟 所以你要分到5天也可以 你要分到3次也可以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达到最大心跳率的话 那我们就建议你至少一个礼拜 运动大概150分钟 像说你慢走 可能你没有办法到最大心跳 因为可能你知道关节不好啊 或心脏不好 你没有办法做到 这是OK的 可是你就是把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那你的运动量就相当会足够这样子 这是一个给大家做参考的 那再来就是持续学习嘛 我们上来有说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一直多动脑这样子 不论是可能退休之后 做一点小的工作这样子 或小的project 或是常常考下自己的大脑啊 打下麻将啊 做一些认知训练的东西啊 那我们大概上次有上个礼拜有说嘛 大概七成的原则嘛 就是七成你会对 三成你会错的那种认知训练 是最好的这样子 那一定要找你有兴趣的哦 不要早让你觉得做了越做越物准的哦 因为太物准你就没有兴趣做下去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像说 我们刚才说空气污染不好抽烟不好嘛 所以要戒烟要环保那样子 那还有什么呢 要保护好大脑不要让他受伤 所以我们要避免那种contact sport那样子 或者是要戴头盔那样子 要避免车祸 要记得要睡眠要充足那样子 如果睡眠不好 要记得去看医生 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睡眠不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说什么 孤独感啊 会造成大脑退化嘛 大脑比较容易产生失证 所以我们要社交活跃 一定要找人聊天 要跟人家有互动那样子 那听力不好会造成容易失证 所以我们听力不好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帮助听气嘛对不对 那还有就是要保持生活愉悦 所以如果你觉得心情不足的时候 一定要寻求帮助这样子 一定要去找寻资源来开解自己 或者是找寻药物的治疗 因为有些忧郁症是没有办法 用开解的方式的 你就只能吃药也会很有改善 那还有什么 就是要确保自己的那个压力啊 有疏泄的管道这样子 这才会造成自己在精神上 也有办法维持健康的部分 好那这时候我就想问大家说 大家在预访上面呢 你做到了几个 请大家投个票 我回到上一页给大家做个参考 就是上一页的 还有包括说像测量血压 血糖啊 饮食的部分啊 运动的部分 还有这边所列的十个 所以总共13个 来加油大家分享一下 好大家真的都很棒 我真的得为这个 就是族群拍拍手 那样子大家都很厉害 那样子 感觉大家都做得很好 那样子 好 那所以大部分 其实都有办法做到 七到九样 我们还可以当然 打到13样啊 那个 不过就大概越做越多 越好嘛 对 好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好 那再来就是 我想 最后分享的是 如果今天你得到失智症了 我可以怎么样积极的去面对 那今天我们就比较没有专注在谈药物的部分 因为药物有很多种 我们刚才说有二三十种不同的失智症 不同的失智症要用不同的药物的样子 如果你用错了药物啊 甚至会对一些失智有效 可能对一些失智是有坏的 所以有不好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药物的部分其实相对的 我们不会琢磨的去谈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不过我们接着呢 会大概每个月都尽量有一个失智症的演讲 那就会针对不同种的失智症去做探讨 那样子 那到时候我们就会仔细跟大家介绍 不同的失智症要用什么样的药物 那要注意什么样的副作用 好 可是不谈药物呢 我们要谈什么 要谈除了药物以外 我们一般失智症都会共同 可以面采取的一些政策 上手第一个呢 我大概就会建议失智的个案啊 带他的家人一起来门诊 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一些解答一些问题 包括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失智 我说你有失智 可是后面的那个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啊 然后我们有什么样治疗的选择 延换 大部分现在的治疗都是以延换为主啦 或是减轻 那个症状为主 可是大概没有办法治愈啦 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感冒这样 你这完全会好到原本的状态 可是他可能可以让你的进程变缓慢 或者是你的生活品质提升那样子 那再一次预后啦 我们大概觉得这个过程会多久啊 我可以怎么样 那这个关系到怎么样 我将来要怎么做安排吗 然后还有我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像说如果我有语言的问题 那我要怎么样克服这件事情 或是如果有个性改变的问题 那我要怎么样去安排好一些事情 以避免说将来个性再变化的更明显的时候 我会不会得到适当的保护那样子 那要达到这件事情 其实很常其实病人来门诊询问完之后 其实病人就要跟家人一起讨论就是 我自己的人生原则跟我向往的人生终取 那样子就是这都没有对与错 可是你必须私生的跟我们都会建议他 跟家人一起分享他觉得对他重要的是什么 跟他期待人生的最终的旅程 要怎么样的去完成那样子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了呢 你去思考了之后 你就有办法跟家人沟通 或跟朋友沟通 然后你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你觉得准备好了 你已经有办法决定了 你就委推一个代理人 帮你处理财务的问题 或是医疗的问题 那你要跟他沟通好说 这些是你的原则 那他就知道说 当需要做一些决策的时候 他可以帮你做这样子 像说要不要用鼻尾管啊 要不要做插管的动作啊 你喜欢在养护中心呢 还是你喜欢在家里啊等等的 那所以这方面是要提早去规划的 因为随着时间的进展 那你相对能自己处理的能力 相对下降的时候 那你错过那个时机 接下来的规划 就可能不如你自己的心意 那样子 所以这是未雨绸缪的部分 这其实亚洲人都很爱未雨绸缪嘛 我们都想未来那样子 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是 很多时尚其实都会有精神行为的症状 那以我在临床的经验 这往往其实是最困扰家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跟也是造成影响就是生活品质的很大的一个因素 大概九成的施政个案 在他的整个病程中 某个时段都会有精神行为方面的症状的问题 有各式各样的像说社交退缩啊 忧郁啊 会有自杀的倾向 或被害妄想症 那有些会焦虑啊 情绪起伏很大 那甚至有幻觉 那有些人会有攻击行为啊 那有些人会抑怒啊 有些人会乱走迷失等等的 那这些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那样子 那我们今天那些迷失的问题 其实也是很严重 我们等一下会提 那所以当你有这些精神行为症状的时候 当他有变动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会请家属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风险评估 第二个就支持系统的评估 风险评估就是你觉得他有这个行为 他此时此刻会伤害自己 跟伤害他人的比率高不高 第二个就支持系统评估 就是好他有这个行为 我有没有办法照顾他 我跟我的家人在家里 有没有办法照顾他 如果没有办法 你就是得寻求医疗的帮助那样子 或是你就是得考虑药物的使用 或是住院的动作那样子 好 那第二个重点呢 其实就是要寻求怎么样 要寻求底下的原因 通常精神行为症状突然间恶化 往往背后是有一些因素促成他的 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吃新的药 因为大脑在失诊的状态 其实对于药物的敏感度会增加 所以他很容易产生副作用 你即使吃一个感冒药 他可能都会变得就是很躁动 或行为异常 那感染有些人是 他默默的其实有尿道发炎 可是他不会讲 他不会说 哎呀我排尿的时候会很不舒服 那你失诊病人不会说吗 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有感染 那样子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所以我们会说失诊的个案 如果他精神症状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去帮他测一下体温那样子 那再也就是照顾方式 他们甚至敏感到所连你 今天本来应该要十点洗澡的 你改成六点洗澡 他可能就会开始有精神行为的症状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失诊的个案 通常要很按着他的时间表走 然后要是固定的时间表 他们会觉得比较舒服 那再也就疼痛 他可能哪个地方有在痛 可能腰痛 然后他就会开始很躁动 那睡眠不好 像说他昨天这两天都睡得不好 那他可能这几天就会很躁动 或是很郁闷那样子 那情绪不好也有可能嘛 对不对 如果他开始他的失诊 让他开始产生很多忧郁的症状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行为出现 那再来就是知学上是 像尤其是眼睛看不到跟耳朵听不到 往往也会造成病人 突然间产生很多失诊的个案 产生很多行为精神行为症状 那所以除了减轻这些就是 你知道促成因子之外 我们大概有时候会请家属 做一些音乐治疗跟宠物治疗 就你可以给他听一下那种 很平静的音乐 不要听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可能不行 可能那种平静的音乐 那分立军的音乐啊等等的 他有时候 他其实没有再仔细听 你把它放在背景音乐 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那也有少数的就是 就是你知道那个研究 显示宠物治疗也是有帮助 所以他们其实跟宠物玩 是有帮助他平静自己的情绪的 那样子 那当然可是宠物的照顾 你们也要就是稍微讨论一下 那失诊的照顾啊 也有好几个重点是很多失诊都会遇到的 第一个就是跌倒 那老年人跌倒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跌倒之后常会撞断 像框框骨 然后从此以后就卧床 不能走路 然后就大大影响他的免疫能力 然后他就很快就会走到人生的终点 所以跌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大概建议 年纪大的 年纪长的个案 不论是不是时生 每年至少评估一次 跌倒的风险 那跌倒风险有几个指标 像说你一年有没有跌倒超过一次 也就是说两次或两次以上的 就算是有风险了 或是你会不会觉得 爷爷奶奶评估 那个平衡感越来越长 或不太不稳 很容易你知道晃那样子 或是 是否有曾经因为跌倒而需要就义 因为这就代表说他跌倒的时候 他没有平衡的功能 我们大部分人跌倒 我们会保护自己 所以我们会缩起来 然后手会去沉那样子 那可是老年人的跌倒 如果他的那个保护功能的机制不好 他就整个跌下去 然后就会撞到鼻青年 这种常常就需要严重的注意 那这种也是一个风险的指标 那第二个我们常做提醒 也就是走失 其实我们很常就是那个会遇到走失的状况 那个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我没有病人是从台北市台大医院走失到淡水去的 那样子 那如果他走失的地方偏僻 然后又没有人找到 即使找到他 他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的丧失生命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所以现在有很多器具 像说GPS定位的很多device 或者是爱心手链 那种手链里面会告知要沿落水等等的资讯的 那这是一个 那还有什么 有时候我们会请家里 一定要在门装警铃 所以只要有人打开 他就会想 或是有时候我们会请家里做一点那个隐藏门 就是你把你的门融入他旁边的墙壁 有点把它做成隐形那样子 那你这种隐形门呢 我们叫camouflage 他就不会整天看到门一直想要出去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变得比较固执 所以他看到门就会想要处理 那有时候他看不到 他就不会想到要出去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有些paypal的 那这里是像我们上网也有找到很多很好的 像说预防跌倒的paypal 像说在浴室是一个跌倒很容易发生的地方 所以浴室一定要装像说扶手啊 或是进浴室地上可以铺那个防滑垫 或是浴室要穿防滑的拖鞋 然后准备好一个椅子给他做来洗澡 然后那个跨过浴缸是很容易跌倒的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那个老年人的浴缸 都要采用浴缸那个开门式的浴缸那样子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paypal 那或者是家里拿高的东西 你就是要把那家具固定好 不能是那种没有固定的家具 那或者是说家里要保持光线足够 那他才不会容易绊倒 那那个有时候晚上的时候我们会建议留个夜灯 那即使他晚上去上厕所也不会因此的绊倒 那还有就是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们做那种 训练四头级或五四头级的那个就是训练 你加强那个肌肉啊 那他也比较容易维持自己好的平衡感 所以我们会经常坐在那个就是椅子上做抬小腿的动作 一天做大概五秒那样子 大概做五次 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那样子 好再来其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会注意的就是吞咽 因为吞咽不好常会造成吸入性肺炎 那这是很容易造成失症病患走到最后的一个促成 突发状况之一 所以我们常会问病人说 你吃完东西或吃药的时候 会不会喝完那个水就会很容易咳嗽 或吃完那东西就一直咳嗽 或是会不会有呛到的动作 那甚至有时候他们会更隐性的 所以他可能会变得不爱吃东西 或他只爱吃软的东西 或是粘粘的东西 那你就知道这病人可能有呛到的动作 那还有营养很重要嘛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请家属帮忙记录 看护帮忙记录卡路里啊 每月大概摄取多少 他一天摄取的次数跟时间 然后他有没有缺水的动作 所以会不会皮肤啊嘴巴都很干那样子 等等的状况 好那再来呢 你还可以怎么样对付失症症 我们大家还有建议有时候啊 就大家如果要积极面对 那其实就是可以去参加 大型那个失症中心的研究 就像我们呃的失症中心就有提供 就是不同的研究 一来是呃促进科学的进步来改 呃改善就是呃整体失症族群的那个 就是治疗啊诊断等等的 所以呃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很多大型的研究中心 都有临床试验 那临床试验从试验到上市 其实大概都要五年 不等哦 甚至更久的样子 那所以你要知道是呃 如果是临床试验的话 就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比较新的药物 可当然你要也必须了解风险 因为临床试验一定是有 一个族群是拿到真的药 可一个族群是拿到呃 不是呃真正里面有药 我们叫Placebo了 那所以他一定会有这个风险 可是当然你即使在Placebo族群 你自己也知道说在这过程中 你是有帮助 你可能不一定能帮助到自己 可是你绝对可以帮助到其他的 跟你面临同样呃挑战的一个呃 族群然后那样子 这是另外一个那样子 好那再来就是呃工商服务时间了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了失证 那我们之后呢 大概每个月会讲一种失证 然后跟大家分享不同种的失证 的更仔细的一些资讯 那下个月呢 我们已经定案的呢 还有就是6月20号 我们会用粤语去讲说 哎在隔离期间 我们要如何维持大脑健康 那6月27号呢 我们想要服务一下 我们的小朋友 所以我欢迎家长跟小朋友 一起来参加 我们要给小朋友学习 怎么样从小养成 保护大脑的好习惯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跟家长们分享 阅读障碍之相关资讯 那学习障碍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们要怎么样 potential发挥小朋友 最佳的学习可能性 的potential 好那下个月呢 这个6月呢 我们也有一些艺术活动 所以有兴趣的人啊 我们也有芳香活动 像6月13号 我们有创意艺术的活动 那6月25号 我们有芳香活动 会制作那个 bar scrub这样子 大家可以用来去 脚皮的那个 那我们比较 鼓励于那个60岁以上的 三番市居民 来做参加的动作 那我们会把那个 需要的材料寄给您 那您就可以去制作 那我们就会上课 跟大家分享 可以怎么样制作 那大家可以送给人家 或自己用都可以 那有兴趣的话呢 请跟Diana妹联络 这也是她的email 那明天其实我们也跟 阿赞摩症有联系 我们的其中另外一位 医师呢 就是Richard呢 蔡医师 她也会在那边 跟大家分享 阿赞摩症相关的一些 资讯那样子 那他们也邀请了 很多家属啊 或招募者 分享一些 亲身的经历 有兴趣的人啊 也去报名参加 资讯在这一边那样子 好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那个 这是我们的center啊 就是我们的人员 那下面列的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team的member 那很感谢 像慈记啊 像美华慈星的关怀联盟 我知道他们帮我们 做了很多宣传 还有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啊 还有那个Oversea Taiwanese Covid-19的Facebook Group 他们都帮我们做了很多 相关的资讯 宣传 让我们可以分享出去 这个这些活动 然后最后要跟大家 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很喜欢那个 Steel Alice 你明讲的一段话 他翻成中文 他就是Steel Alice 这一步是讲一个时针 早发行时针个案的经历 然后他他讲了一句话 我很很喜欢 他说我并非在受苦 而是在努力奋力连接过去的我 我告诉我自己活在当下 那是我唯一能做的 那我觉得很多失神啊 当我们就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的时候 我们会活在 就是担忧未来的样子 那我觉得规划未来是一定要的 那样子 可是把握好你那一段时间 整个病程 把那个当下活好 也是一样重要的 所以除了规划好未来 跟大家分享你的期待的期许的状况 你也一定要把握活在当下 当下该那个该学习东西就学习东西 该欢乐就欢乐 因为那些时段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跟我很多师生个案所学来的一个心得 那最后就很感谢大家今天愿意抽空陪我们一起分享资讯 那也谢谢大家耐心的聆听 那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啊 请随时email我们 然后这边是Diana 我们的研究人员的email 然后我们之后呢 会在下个月 开始有一个我们UCSM Memory Aging Center的Chinese Facebook Group 那也欢迎大家上那边 获取一些资讯啊 或是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经历等等的 那今天就讲到这边为止 如果大家有那个就是疑问的 也可以跟我们说 那对 那我有看到有些人在问说 为什么亚洲的那个族群比较多 亚洲族群比较多有两个原因 因为一来亚洲有很庞大的人员 就是族群很大嘛 不过第二个原因 其实是因为亚洲以前比较没有在诊断 那近期因为诊断的工具啊 跟意识开始强烈的上升 所以就变成说 大概就把一些以前没有诊断的 也开始慢慢诊断越来越多了这样子 那这两个原因都有这样子 那也有人问我说 巴金生和巴金生失智症有没有什么差别 就巴金生呢 其实是一个以动作障碍为主的疾病 所以你会手抖 你会走路走不稳 你会动作很僵硬跟缓慢那样子 那可是那个巴金生 是在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 他有很大的一个族群 是会有失智症方面的顾虑的这样子 所以当你有认知功能障碍 加动作障碍的巴金生失个案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巴金生失的失智症 那我们一定会有一堂课 之后的一堂课 在讲巴金生失的失智症 所以敬请大家有兴趣的 就是跟我们一起参与这样子 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或者是问题的 今天不好意思 我们又讲过头了这样子 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 下回我们下回再精简一点这样子 好 因为今天也刚好过了一点时间了 如果大家 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会到这边为止 有人询问说我们要怎么样找好的医生去治疗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我觉得那个好的医生是很难定义的 我觉得那个 他有点像什么盖配什么锅这样子 就是有些人 你会 因为你喜欢的医生 不一定是其他人喜欢的医生 像那个 我以前在台湾湾的时候 我发现喜欢我的医生 都是喜欢解释很多的病人这样子 喜欢我的病人 都是喜欢比较多解释的病人 那有些病人是喜欢说 你直接帮我做决定 不要讲那么多这样子 你讲太多 我反而觉得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那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跟病人谈 聊天谈跟解释的病人 所以找到适合你的医生 比较重要这样子 那当然其实好的医生 第一个就是 他医术不能太差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沟通方式 跟就是 的方式是适合你的 那我是觉得就是 就是他必须要 至少是 rank的医生 然后就是你知道教育 有完成啊 有拿到医师执照的 然后又相对有一点点 那个经验的那样子 然后那个 第二个就是你觉得 他的沟通方式 你可以接受的 第三个就是 他不会只帮你想现在 他会帮你想未来的 那这些 我觉得他不会只有看到 现在的问题 他会给你讲下一步 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你要提早做准备 那他也不会只 开药给你的 他会给你 其他的资讯的 除了药物以外的 一些很重要的 配偶 他也会跟你做分享的 那这样子 你的照护会比较全面 那也要记得 照护一个实证 刚才不是靠一个医师 他是靠一整个团队的 所以他靠营养师 他靠复健师 他靠护理治疗师 他靠那些 就是各管师等等的 所以他是一个团队的合作 那当然也包括 个案本身 以及他的照护者 一起合作 才会有好的照护 那样子 好 那今天就 讲到这边 那如果大家有针对 哪个slash 想要有资讯的话 请email我们 我们就把那个 那些资讯给你 那样子 或是连接给你 那样子 好 那今天就到这边为止了 很感谢大家 然后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那也记得保持平安 戴口罩 请洗手 那样子 保持距离 那样子 OK 那今天我们到这边为止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